毕燕龙男19岁山东人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河德的毕燕龙 就读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在学校期间兼职过教育招生 肯德基兼职等工作经历 获得过优秀标兵 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市场类或者助理类 以及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如果哪位企业家愿意当我的伯乐 我一定会成为贵公司的那批先利马 谢谢 你好 你多大年纪 19 天哪 19就急着出来找工作了 这不都是实习了吗 19岁大专毕业找工作 哪一年呢 01年的 01年 过了个天哪 读书读得够早的呀 我三岁半开始上学 上幼儿园嘛 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大 他们都上学了 我也不懂小时候 我又跟上他们跑到幼儿园 然后幼儿园老师都把我送回来 我再跑到另一家再上学 家里几个孩子 我有个弟弟 我比他大90岁 你爹多大 44 我妈妈她47了 你为什么会选择艺术设计专业呢 说白了就是为了考大学 高考之前有一段就是不想上学 但是发现还得学习 到最后学习 走了美术这条路 然后参加了 一考 说了一考 不能提 提 因为这是给家里闹得特别不愉快 然后当时我参加学一考 就学美术的时候 跟我妈说 我说 说啥也得考个本科 再不继续就考这个学校 因为我姐学习就很好 几年一样都赌研了 我 我这就出来找工作 我图拉 我特别想表达一下 我心里的这个不平衡啊 怎么了 真的其实就他这种是挺常见的情况 就是学习不好 我就去学一个艺术 学习不好 我就去学个画画 美术生要说话了 对 是这样 艺术 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小朋友说 艺术是 艺术是 真的是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 就尤其是学艺术 你要艺术服务于人的时候 你真的要学习非常好 你才能去学艺术 很多人是因为我到高中 觉得不知道干啥好 我也学习不好 我才去学的艺术 结果呢 有很多学校盲目地扩招 搞了好多这种艺术设计专业 这是在耽误这些孩子的未来 我能说一话吗 我没说你错啊 我能说一话吗 他的年纪也可以当你吗 我能说一话吗 我学美术之前 我就是为了考大学 但是学了美术之后 发生了一些事 就改变了我的认知 就是学美术 我去杭州学的 当时我们宿舍五个人 学的时候冬天了 特别冷 不舍得买衣服啊 因为钱就是买燃料 因为学美术特别贵嘛 对 然后让家里用面条 一百那种亏的 一百 一个星期 我们宿舍五个人吃碗塔 用啥吃你知道吗 洗脸盆子买不起碗啊 买个洗脸盆子五个人 拿五双筷子 再洗脸盆子吃 就像 就是我看前几期 就是陈总 他说在国外留学的那段时间 就是看到那我都哭得 我妈说你这撒了 我说哭得哇哇的 比谁打我都哭得很 然后从那之后 我学美术 让我学会了一个东西 坚持 从早上八点化到凌晨四点 我从来不说一个苦 我从来不掉一个 你们俩之间的对话 其实一点都不冲突 你所说的是 对艺术要有敬畏 因为艺术出来真的很难 是的 现在更多的家庭 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要么为了挣钱 要么为了出路 要么实在是闲得没事干 花点钱去学学艺术 对 结果都不是搞艺术 是被艺术搞的 对不对 太好了 就是真的是 你说的跟他说的没有问题 他也说了 最初我也不是为了学艺术 而去学艺术 但是当他开始了之后 他就决定持之以恒 对对对 我觉得艺术在天分上 有高低之分 但是艺术本身没有高低之分 真的只有雅俗的类别而已 所以拿作品说话 来看看你的PPT 这是第一个是文艺青年 老是给的四个字 然后用这四个字笔画 像融合之后成的四个字 然后第二个是老师发的一个公司 就是要改logo 然后这是我老师给我改完之后的一个效果图 其实我说实话 对一个就是没有经过这个职场洗礼的学生来说 我这两个作品都比较不错 第一呢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反对 自酷自直接用的 所以呢他学过这个字体设计这一个专业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个作品我想着重分析一下 他这个作品里其实是有东方和西方的融合的 本身它的颜色的搭配和它的这个构图 有一点日本的合风感 后面那个纹呢 又是有中国的祥云纹的这种 就是云纹在里面 但是那个鹰的头呢 又很像这个美国都会用这种头 其实这个孩子是尝试了在这个设计里面 去放进了中国的元素 日本的元素 美国的元素 然后合在一起 并且用了这样一个非常常见蓝白配的颜色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我要给到85分以上的高分 人那么高 哇 专家就是专家 我刚才还觉得他的老师也不怎么样 面条没白吃啊 面条没白吃 我能问他一个他今天打扮的 这因为他跟美术有关吗 为什么你今天会搭一个 对 这个颜色的领带 那你专业点评价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搭配 我来评价自己啊 其实就是在就是可能古版中的西服中 搭配着一个鲜艳的颜色 可以就是对冲颜色 就是冲击感 视觉冲击感 让你可以一下子记住一个人 你知道我从 你测一下面 大家看见他的侧面的时候想到什么 再想一下他19岁 像当过兵一样 像军人 很挺拔 哎呀 我为什么让你看他的侧面啊 你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稚嫩的胸膛 其实他真的有19岁的稚嫩 你就想到很多当兵入伍的那个小伙子 那那那种稚嫩的感觉 但是目光坚定地看着远方 他身上有那个味 有有 哎 你看他这身西装的肯定 还是无法驾驭的嘛 他穿的有点 冷冷缩缩像刚买来的似的 嘿嘿嘿 对不对 是是 但是你这种感觉特别好 如果19岁的人都已经开始迈入职场了 我们真的得好好干 嗯 哈哈哈哈 这所谓的 这所谓的 杨老师第一次认识 我们要真被拍死在沙滩上 你要求新资多少 我实习3000够自己吃就可以了 好接地气 我太实在了这孩子 特别好啊 对 面试什么岗位 就是市场类或者助理类 就算是设计师吧 就做这种助理就可以 因为我想设计师助理 也可以 就是经理的或者总监的助理也可以 因为我这个年纪 说白了 就不能是以挣钱为目的 是以学习为目的 哎呀真好 那你这3000还得吃面呢 没事 没事 我现在受苦了 可能或许有一天我成功了 或许可能给陈总啦 或者王总啦 赵总坐在一块也挺开心的嘛 你也许会吃一阵子的苦 但不会吃一辈子的苦 对对 但如果你忍受不了这一阵子的苦 就一定会吃一辈子的苦 对 我又哲你啊 我爸都这样说 我跟库尔斯一直在聊 说我们很喜欢你 为什么呢 谢谢老师 你吃过苦 而且你对未来 有你自己的认知和向往 而且你在你的专业上面 你得到了小叶的 可以说是高度的认可 达了85分 对吧 谢谢老师 所以你有你的学识 有你的理论 所以我结论一句话 就是做助理 没有问题 我觉得老师呢 这个特别好 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 一般的当所有的企业家 都是对他一阵的赞美之时之后 马上把薪水就会提高 然后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小孩 19岁 他展现出了 比他年纪当中的成熟 而且的话 其实我特别的建议你是说 你还是要把本专业这条路 走下去 看一看我们还能不能 闯出一片更好的天空来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第一轮选在薛果林 还有十一盏灯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天生我用 天生我用才的才艺展示是 本来我是想演讲的 然后在下面彩排的时候 看第一个选手 姐姐演讲的太好了 我受打击了 这么打击我们选手 就演讲 原本好演讲什么 就演讲什么 那姐姐比年纪比你大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掌声送 就演说一下 谢谢 谢谢 题目就是 我以为演讲之前 我就是想 我以为之前 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解脱的一个理由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在我的印象中 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解脱的一个理由 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解脱的一个理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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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 我说有没有可能咱们 毕老爷如果真的不行 回家种地 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个地 更好的利用 可以自己创个业 那这跟生夫有什么关系 对啊 跟生夫关系大了 我觉得三千元的能力 素质都已经展现了 第二轮选择去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弹剧 也算感谢 谢谢 你这么纳闷 这小伙子只有两盏灯 来 三千 三千 来 职位是什么 我现在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我们随后奔跑 篮球俱乐部的销售岗位 未来是不是更偏向于设计 不是 首先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 是一个销售岗位 其次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部系统 也有这个活动啊 策划呀 设计相关的这些未来的工作 那未来如果你做的喜欢的话 也可以转岗 谢谢老师 生夫给到你的是这个销售 那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 全部都是线上的交付 你可以边上课边做 你不一定在北京 我们管住 土耳老师 我这儿你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习 学习完了以后开发客户 文体不分家啊 你要记得有句话叫 考虑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到底是选妈妈呢 还是选爸爸呢 身夫 身夫 随风奔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坚持初心 身符 这是什么 就是中国传统女生 好 不好意思啊 阿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姨 不好意思 阿姨 不好意思 阿姨 没关系 我依然看好你 如果来北京的话 然后我有机会也会带你去我们学校去看一看的 好不好 你去那要是打篮球 我的费用我包了 谢谢 特别激动 也感谢过去的艰辛 今天的成功 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然后不能骄傲 切记切到的 为未来的发展 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拼搏